8月22日,根据港媒报道,无线总经理曾志伟确诊新冠,病情严重。 在采访时,本来就是沙哑声音线更沙哑,他说,谢谢大家的关心,情况还好,整天开会见这么多人,都是迟早的事情,只有在家休息下了。 在23日将会录制新一期的蒋门人,但因曾志伟确诊不得不缺席,节目由阮兆祥和钱佳乐主持,值得一提的是,上月末TVB艺人陈山聪确诊新冠,闹得整个电视城人心惶惶。 而他在确诊之前,曾参与录制蒋门人,节目中有很多游戏互动环节,都是近距离接触,而且为了节目效果,众人并没有戴口罩,可见其受影响之广。 这期节目的嘉宾其中便有曾志伟,是的,他成为了密切接触者。 后来众人自测结果为阴性,按理说这么大范围的感染风险,理应采取措施,但是并没有。 陈山聪确诊后,蒋门人并没有停止录制,次日曾志伟等人继续录影,在游戏环节依旧不戴口罩,作为密接似乎不怕被感染。 曾志伟自从担任TVB的高层后,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,工作压力比之前大了很多。 在过去的20多天,可想而知曾志伟密接了多少人,此外,曾志伟在8月21日还曾现身某婚宴,与多人进行了密切接触和影沟通。 真不敢想过去的20多天,他接触了多少人,不过现在传播链还没搞清,尚不确定有谁传染。 曾志伟确诊后,合理推断,TVB的不少艺人将成为密接,在疫情形势严峻的当下,可谓雪上加霜。 更重要的是,曾志伟作为老牌艺人,知名人物,平时除了工作还有不少社交活动。 前几天,香港演员王玉桓,就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他参加朋友订婚宴的照片,里面就有曾志伟。 我们还看到了久未在内地露面的周立波。 今年的5月30日,曾宝仪也晒出了自己的快筛结果,当时已经确诊7天了,他透露自己刚开始有发烧的症状,全身酸痛,连走路都直不了身,退烧后又开始喉咙痛。 没想到这是更大的考验。 同时他也感谢了防疫人员,大赞他们是超人。 6月1日,曾宝仪的母亲王美华,也就是曾志伟的前妻,也发文透露自己确诊新冠。 半夜喉咙痛醒,后来喉咙不痛了又开始发烧,紧接着又吓到恐慌症发作。 不过王美华透露,自己已经注射过疫苗了,所以这已经算是轻症。 如今曾志伟也倒下了,从回应来看,他认为这是早晚的事情,所以心态很不错。 通过曾志伟和诸多艺人确诊新冠的情况来看,无疑也给大家再次提了个醒。 尽量不要参加聚众活动,尤其是婚宴等一些聚会。 要知道,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我们不能确定哪里有,也不能确定哪里没有。 唯有做好自身防护,加强自身管理,才能够最大化幸免于难。 否则,一旦确诊既给自己身体带来了伤害,而且给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。 最后,希望被确诊新冠的曾志伟早日康复。 感谢您的观看,您的评论和转发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,谢谢。